三藩市保护移民游行 纪念排华法案135周年 今天上午各华人社区代表 齐聚于三藩市华佛的华人历史博物馆 出席No More Exclusions新闻发布会 宣布本周六中12点到1点半 将会在华佛花园国广场 举行抗排式户移民大游行 纪念排华法案135周年 届时将会有多达20个社区组织参与 华人进步会发言人Joyce Lang表示 早前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行政令 针对穆斯林国家的旅游禁令 以及针对移民和难民的政策 对移民社区造成恐慌 而这些行政令和135年前 美国历史上的排华法案有相似之处 同样是针对某族裔群体 禁止其进入美国 所以周六举行的大游行 除了纪念排华法案135周年 亦要为移民社区发声 根据加州公共法例机构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的统计 三藩市的无证移民人口 约3万5千人 当中约1万人为亚裔 移民权益亚裔学生会的李慧玲表示 部分无证移民留在美国的原因 是希望和家人一起生活 除了游行之外 华人历史博物馆届时还会推出 排华法案主题的历史展览 江市民了解更多关于移民的历史 天下卫视记者 雷健感报道 指�UB 移民权益亚裔学院 着工元